我覺得聆聽的意義不是給一個答案 而是真真正正一個關心和一個支持 我年輕時是行船的 長年累月在船上工作 很多船員都有情緒問題 我發覺每次跟他們聊天 都可以令他們情緒上得到支持和關心 於是我決定加入情緒支援熱線做義工 聆聽受情緒困擾人士的心聲 或者我沒有能力解決他們的困境 但我會耐心聆聽陪他們去面對 讓他們在逆境之中得到支持 這也是我參與境外人道救援工作的信念 我記得幾年前在阿富汗 有一間我服務過的醫院被炸彈襲擊 十幾名同事不幸喪生 當時對我的打擊很大 我打算放棄回來香港 但我冷靜下來之後在想 既然我還有幸生存 可能是一個啟示 要我繼續為新心靈受到困擾的人出一份力 人道精神就是扶持有需要的人 陪伴他們度過逆境 為新心靈受到困擾的人 為新心靈受到困擾的人 為新心靈受到困擾的人